台股公碟2000點 現在買美債賺比較多 還是美債真N2賺更多 00679B 0687B 00680L 00688L 以這個時間點來做推估的話 應該是要敲碗了 再不買就會來不及的時刻了 更早之前還有一檔原有正二 它已經下市了 注意聽哪些相關的風險跟丟一的事項囉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色 爛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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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可 台股公碟2000點 現在買美債賺比較多 還是美債真N2賺更多 00679B 0687B 00680L 00688L 到底是誰 因為現在有沒有發現買美債好像是不錯的避邪空巨 不錯耶 真的不錯喔 那美債真N2有人說 那好那B個嘛 L嘛 L嘛 L號 是不是比較好 這個L也有槓桿的意思啦 L是不是 是不是比較多呢 那我要問一下 真N2是不是算比較多 請下三位專業分析師 買美債 還是買美債真N2 來第一位 江江老師基督派大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我的看法是現在已經幾乎百分之百 90%以上 不要講百分之百 9月份要降息對不對 所以以這個時間點來做推估的話 應該是要敲碗了 一個再不買就會來不及的時刻了 所以這支節目認真看喔 好 敲碗敲碗 敲碗敲碗敲碗 千杯十五了 江老師賴記得加一下好不好 好 第二位 昆仁老師你好 帥克分析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覺得那個正二的這種槓桿的東西的話 你可能要小心 就是你必須要符合你的操作的特性 因為更早之前還有一檔就是在原油正二 他已經下市了 所以你可能等一下再 老師要講相關內容的話 你要注意聽哪些相關的風險跟留意的事項囉 好的 留意下風險 再講要再聽 因為昆仁老師以前在原油正二 那時候點閱也蠻高的 那時候下市了 大家要壓保原油正二 那時候結論是不太好 不要買原油正二 那這一次 美在正二是不是一樣答案呢 我們到時候請教專業的分析師 好不好 請教專業 那昆仁老師LINE也可以加 第三位 美是拜拜登 演拜登不像 演那個 王仁勳 也不像 演巴菲特也不像 因為從頭到尾都是那一套假髮 陳彥老師你好 這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演巴菲特也是給我這一頂 演黃仁勳也是給我這一頂 現在連拜登頭髮量都變多了 這怎麼會對呢 好啦這個L可以放長一點嘛 對不對 至少賺更多嘛 就長的意思嘛 難得不開黃色笑話 來上來上來 因為那一套黃色笑話已經被剪掉了 咔咔咔 咔咔咔咔 真的 建彥老師笑得很開心 建彥老師這樣 看他這麼不開玩笑 噴飯這樣 對啊 他每一天都會講黃色笑話 對 還是要改 我們的節目 需要 不要被我影響 因為有媽媽 她帶她女兒會看福利社 真的真的 難怪我們這點一隻下滑 因為這事情太多黃色笑話 所以我最近也收斂很多 收斂很多 這要收斂喔 我真的不知道以前 收斂很多了 哎呀那就不得了啦 不得了 媽媽帶女兒應該會直接投奔 會直接受不了 直接受不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7月降息無望 我是覺得應該 這個時間有點太近 說實在的 有點 現在就降息有點 我覺得 就整個決策 我本來覺得7月不能降息 7月降息只有一個原因 景氣降溫 我看到果實崩更快 反而不行 不行不行 你降息有兩種 四歲有兩種 一種通膨降溫的降息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景氣衰退降息 那個跌很快 但因為你之前都說 不降不降不降 突然降 這個大家就會懷疑 是不是景氣有問題 是所以不能7月降息 所以真的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而且7月也不適合 因為鬼月嘛 這樣鬼門開不好 那所以9月再來降息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好笑喔 好幽默喔 那因為現階段 是聽說要降息三次啊 有道理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9月降息一碼的幾率是94% 好 所以假設9月降了一碼 一碼以上是98% 這邊從這邊利率到這邊是降一碼 到這邊降兩碼 所以基本上就是 降息幾率其實快100%了 快100%了啦 好 那所以假設9月真的降了一碼 我們是不是看換降兩碼的幾率 合理吧 耶 到了11月的時候 降兩碼的幾率是57.5% 那降三碼是2.4% 所以降兩碼幾率 加起來快6成喔 降兩碼以上幾率6成 對 所以等於是說如果9月降一次 那11月再降息的幾率6成喔 好 那所以如果11月又降息的話 我是不是就要看降三碼 沒錯嘛 這樣推各位聽得懂 那49.5也將近50% 所以這樣整體看起來 其實真的今年降三次 每次降一碼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意外啦 因為其實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只是大家一直不確定 一直保留一個就是 到底你通膨降溫的狀況怎麼樣 好 我們繼續看喔 那現在投資人 有提出一些疑惑啦 說降息是ok啦 那當然你說如果開始降息 我們美債政二 但是又有人說 那中國債減持美債啊 甚至也有人談到什麼 就是說 那這個川普不是要增加財政支出 不是要 發行更多美債嗎 那這些不是讓美債的供給變多了 那我現在去買會不會又變冤大頭 好沒關係 各位冤大頭們 不是 就是說不要當冤大頭的話 我們怎麼看 我帶各位來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就這個任務啦 好 很多人都說 川普當選會成為利空 還有中國減持美債 這兩件事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我們節目很用心啊 非常的用心 第一個 川普當選會不會變成利空 我們來往下看一下就好 因為 反正我要增加財政支出 我一定要發行更多的債券 我才能有更多的錢嘛 好 可是 聯準會的債務不是一直都會增加嗎 你看這紅色這條線 就是 他們一直在做這件事 美國從來沒有停止增加他舉債的規模 所以不管是誰當選 即便 拜登 因為已經退選 不好意思我已經退選 所以我現在來這邊上節目 不好意思 忘記了沒關係 對對對 那我說不管 我懂了啦 就是不是在川普拜登單選 或賀錦麗單選 都是在增加債券啦 我問你啊 這要債券規模啦 我問你啊 如果賀錦麗當選 要不要增加債券規模 還是要啊 那不是一樣的事情嗎 借養借嘛 那再來我們去看 以前也都是一直在增加 結果有導致 這個 供債真的崩跌嗎 沒有 現在就是這樣子 以後再還嘛 以前20年反貸嘛 算多 20年不要開玩笑 現在50年 最常有到50年 不是40年嗎 新清安可以到50年 蛤 新清安到50年 真的真的 是你數據有沒有錯 沒有真的 你的條件OK 他可以申請到你50年 是啊 你看以前說 凡代繳完了給小孩 現在不是是凡代小孩 你給孫子啦 以後可能有100年的 哈哈哈哈 三代 真的 百年以後再還 百年就沒意義了 好 真的50年 真的啦 真的啦 難怪現在凡代 但是你要條件要好 你才能申請到 不是說每一個 可是40年已經變正常了 對不對 就說你來他就40 你要50 當然你的一些條件 要再好一點 好 所以我這裡要講的 就是說不管誰當選 或者說債務是不是增加 其實跟 不管誰當選 債務一定會增加 跟川普沒關 那債務增加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跟債券價格走勢 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第一個點 我們可以釐清了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中國賣 減持美債這件事 中國持有美債 確實規模是 相當高的 確實規模是相當高的 好 但是我們看一下 他一直在減少 他不是一直在減持嗎 他一直在減持啊 那 美債的價格 有因為 他的減持而跌嗎 也沒有啊 老師你跟福利社做這個表格很棒耶 用數字來說話嘛 當然 你看啊 我一向用數字說話 所以很多人不讓我講話 我就拿錢 砸到他臉上 數字說話 那給我們錢啊 沒關係你盡量講 對啊 錢為什麼是數字呢 對啊 好對不對 拿多一點啦 結果只是拿那個 印尼盾 印尼幣 上次還有人拿個2000塊 就叫人家跳16噸 是不是 等一下可以行不行 是不是 拿2000塊出來 你先把2000塊拿出來 你膝蓋好嗎 先把2000塊拿出來 你想好好像怪怪的喔 對不對 先拿2000塊出來啊 好沒問題 那你先跳 你先拿出來 你先跳 這節目節奏這樣不行啦 我跟你講沒有人做節目這樣做的啦 你行不行嗎 一定錢先拿出來啊 你先跳五下 我跟你講你先拿出來 不要不要 那下次再說好不好 我們期待下一次 因為我覺得你膝蓋不行 我不要念在你 那所以你剛才講這是正確的 就是說我們用數字 我們不要猜測或想像 好不好 給各位看一下 美債 中國只有美債金額 其實不是最近才開始減 他在拋售美債 可是美債反而漲啊 不是最近 他不是最近才拋售 我先講 也不是這一次要 才要開始拋售 他2011年以來 就一直在拋售 然後那個有沒有看到 之前有沒有那個 中美貿易戰 2016年又拋售很多 又拉起來 對 反正一直在拋售啦 然後2022年那個 烏克蘭戰真的知道 不能 不能有疑美論 可能覺得不能跟美國人合作 又再減少 還有另外一部分什麼原因 人家說中國景氣比較不好 對 他需要資金 我問你那件事 我如果人家 從外資要落跑 換成美金 我怎麼換 我要把我美債賣掉 換給你啊 沒錯沒錯 所以這沒有辦法啊 因為想一件事 要景氣摔退的問題啊 這個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兩個不是重點 我們都看到 所以我覺得很快的 我先釐清啊 因為我們還是得先講嘛 要不然人家會覺得 我們必中就行 這兩個立空不重要 我們已經講完了喔 注意喔 就是講到前面 不要逞強 不要逞強 不要胡扯 沒有2000塊 不要一直說要拿2000塊 不能16噸 就不能16噸 等我 好然後接下來 我們當然重點在哪裡 重點其實是在利率 所以債券的掌跌跟什麼有關 來來 來 等些塊16噸來 真的有耶 16噸16秒 不是 我就不讀你膝蓋沒好 我其實就是跟你講 不要逞強 意思就是說 不要看到錢就想要蹲 好不好 鮭魚返鄉 好不好 真的不要逞強 行不行啊 我在跟你講 我不用要逞強 我沒有要逞強啊 我不用你錢拿出來 你之前就是因為16噸造成膝蓋不好 是不是好不好 我之前蹲個臉上下就有點不行了 真的真的真的 那個16噸是不好的動作 其實很傷膝蓋 很傷膝蓋 你蹲著不起來是OK的 但是你一直上上下下就不太好 因為它那個蹲的力道是說完全用膝蓋 不是用大腿肌肉 沒錯 沒錯 不太一樣大家小心 好不好 因為都是年輕人啊 你示範一下錯誤的動作 什麼是證券 我們請看你的VCR 好好看VCR 好好看VCR 這不錯 那我們注意一下 其實我覺得債券的漲跌還是跟利率有關 為什麼你特別看一下 我特別把這個基準利率跟債券價格 跟各位做一個比對 黃色基準利率 對那你看 基準利率 比如說2000年泡沫的話 基準利率 下來以後債券價格是不是往上走 一定往上好 這邊一定往上好 當然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 空間對比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不覺得債券價格有漲很多 但是實際上漲幅是很驚人 然後再看2008年這一段也是一樣 就債券價格 那個基準利率直接急跌有沒有 往下急跌 你看債券價格甚至急拉有沒有 所以實際上你看 急劇的一個降息 確實會讓債券價格急劇 這樣子漲是很多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想跟大家 尤其是20年美債的話會漲很多 對如果你去看那個債券價格的K線的話 會更明顯 或是說TOT 美國公在ETF的話 不然其實我們看一下TOT好不好 有辦法嗎 有辦法嗎 是好問題 應該沒有辦法 現在有沒有辦法 TOT可以喔看好看 來來來 先直接看那個2008年 2008年那一段 來來來 N點不錯喔 白寶箱 欸欸欸 剛才出現 對對對 2008年 有沒有 2008年 你看這一段漲多少 超過兩成 是 對不對這一段是不是超過兩成 而且多久的時間 一個半月而已 有辦法一個半月漲兩成的東西 而且這麼明確的 在降息期間那就是債券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那不只兩成了啦 30到120 我說至少啊 對對對 三成 欸美債欸 對啊 一個半月喔 這是最安全的喔 這是像地圖一樣 一個半月 很驚人喔 所以我剛才在講說 拜託各位 第一個不要再去一直講什麼 呃 川普要增加債券規模 規模這件事 也不要擔心 中國拋售美債 好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就是降息 降息而已 降息而已 所以這兩個都不重要了喔 對對對 好不好 那個基準利率問題喔 那我們趕快看一下啦 那現在當然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一般圓形的部分 圓形 這是一倍的 還是要做兩倍的喔 那兩倍當然賺更快 這是一定的 那就是說時間點怎麼掌握 那當然什麼是正 那是理論上喔 理論上喔 那當然 正二的意思就是說 我透過期貨的方式 去設計出來 我可以 比原本圓形的債券多兩倍 多一倍 所以等於是兩倍的利潤 那這個是設計 原始設計 這個 一個是元大美債 一個是元大美債 正二 那這個再提醒大家一次 這個後面加一個B是債券 B-O-N-D 那這個L 不是長的意思啦 是reverage 就是槓桿的意思啦 當然也有人說 那就是 論是做多 也可以啦 但是真正 沒有啦槓桿啦 對真正是槓桿的意思 那他就用55.2%的資金 放在期貨去達到這個效果 好不好 好 那提醒大家沒有配息 所以你完全就是賺價差 因為你是買期貨 完全賺價差 所以這個缺點就是 最大缺點這邊 如果你什麼都沒動 美債你每年還可以 現在可以領到4-5%的利率 對對對 那邊就是你會被消耗掉 而且你每年有轉餐成本 每個 有每一兩個月都有轉餐成本 對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 在這個地方 回測2019年的價值情況 對 以原型來講有兩檔 一檔是元大 一檔是國泰 那正二的部分也是他們兩個 那所以我們就 以這個時間 2017年之後 我們來看 因為沒辦法 前面那個沒有辦法回測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一個資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數字來講 因為2018年12月是最後一次升息 第一次降息是2019年8月 所以我們先討論一個叫 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之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2019年8月 開始降息 好不好 那當然你說後面還有什麼 最後一次降息到啟動QE 我們先不討論這一塊了 因為我們現在 比較屬於要正式第一次降息之前 那甚至後面我們會面臨 真正開始降息 所以我們就討論這兩個時間 這兩個就好了 這兩個賺不完 是正二有68% 對 好 那第一個如果 以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之前 現在就屬於現在 就現在 就是現在 如果9月降息的話就到9月 對 那大概有12%左右的利潤 那正二的話大概2324 所以真的是兩倍 那如果真的開始降息那不得了 因為就債券公司來講 真正有利於債券 就是降息的那段時間 那是真正的利多 真正的利多 會讓債券價格真的 就按照公司降 他就真的一直 債券價格就真的一直漲上去 那所以大家也知道 這個我過去在這個研究所交債券 我就教大家怎麼折現 所以大家要知道為什麼 利率往下走 債券價格往上 跟折現值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 那 存續幾天叫Duration 老師 這個 不用說要公式 這個公式是一般的公式 是 這個大醫生就知道了 你講的這個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的公式是蠻難的 因為你要被完成的公式 就不容易了 summation的 每一個時間的折現值而已 對對對 難會難老師 其實蠻難 因為你是自幼生嘛 其實是蠻難的 你只是為了稱讚你自己很厲害 來那個賀錦麗來 欸賀錦麗你會嗎 你會責限值公式嗎 責限 不會 是不是 你看連賀錦麗都不會 我是數學家 我是副總統 對對對 老師我想問啊 我可不可以從 確定降息那一天開始就買正二 然後等到呢 我當選之後呢 我就把它賣掉 齁 當然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降息前買到你當選賣出 這個會不會有法規上面的問題 這個我不覺得 老師你扯遠好不好 不是 他不是問這個 老師我現在答案了 可以幫你回答嗎 9月就要降息嗎 你10月就回來 你做太短了吧 對啊 他11月當選啊 正二很風險很大 就做短一點啊 那你就不如不要做啊 你就開始降息等人長啊 但正二很多風險啊 可是至少看起來 你只要在自當轉折點做是對的啊 對啊 對對對 因為你看喔 2019年8月 因為你剛才講 如果現在算7月底嘛 那你做到11月其實 八九十三個月而已 可是你看喔 上次開始降息 是2019年8月到2020年3月 這時間長達7個月 所以其實不用那麼短啊 7個月的時間可以賺到 將近7成 可是這個7個月還有一部分喔 那時候是因為疫情關係才加速喔 對 或者你要景氣很不好的時候 快速降溫 然後等於是 獲利的輸入才會比較快 這個可能要提醒大家 要提醒一下 你不能撐久 正二撐不久 雖然是L不是long 不是很長時間喔 不是long time 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人誤會說 原來買正二可以擺長線 因為後面有一個L 不是那個意思 我一直在講 因為轉折點 其實最好轉折點是現在附近 或9月左右 9月前 我認為最漂亮的是八九月 應該就是說 我覺得現階段大家對降息 還有一點疑慮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來買 然後等到正式降息 對 然後到大家開始在談 就是你9月前一個禮拜 已經確定百分之百要降息了 基本上 那個已經漲上去了啦 對已經漲上去了 其實現在就是最後買點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最近還是漲不多 到明年 你如果明年出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波 那時候大概就可以調整一下 我趕快我們再往下看 那基本上時機很重要 Timing Timing很重要 那我們看最後一次升息 到開始降息 其實 這是 原型跟正二 原型跟正二 原型是藍色 正二是紅色 來 那所以你看 拜登就比較慢 對 那川普就比較猛 所以川普用紅色 剛好正二 就是這樣 要扯遠 這正二 可是已經很難的東西 我們在扯遠人家去 是 我學你今天節奏有點亂 這是你又不要跟他吃 那麼多多食物好不好 是 會延續到隔天這樣 真的 好像開始降息之前 對 其實兩個都會漲 差不多 兩個都會漲 兩個都會漲 那正二本來就會多一點點 這個是合理的 好 那如果正式開始降息的時候 前面漲多會稍微有點壓回 對 所以剛才你講的是對的 你等到正式降息 你才決定要進場 你可能會面臨到一些些回檔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那 但是 但是真的降息的時候 你會看 上漲的威力還是很強 就一路 就是正式降息 長波段 一路 一趴兩趴 一碼半 一碼兩碼三碼這樣降 而且這個時候 不會真的就是兩倍 它會比兩倍還更多 好 威力是很強 但是一旦結束降息 你要小心 好恐怖你看 看再次升息 甚至開始升息 它跌的比人家跌的快 很快 它跌的比人家跌的快 這個你要小心 所以如果通膨萬一升溫的 它會跌很恐怖 好 那因為現階段 這紅色是兩倍的 對沒錯 那因為現階段大家擔心說 川普如果上任以後 他如果加關稅這件事情 會不會讓通膨稍微有點升溫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是先注意一下 所以現階段來講我覺得很好 我們怕的 不是怕它國債架 國債整 國債那個 國債的數量變多 對 而是怕它就是說 欠錢太多 或者是說 應該說不是 支出太頻繁 對 比如說我來個十大建設之類的 那都會刺激什麼 刺激 通膨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不好 來最後結論 來 基本上 原型的部分 我其實覺得現在就可以買了 那你 通常買原型 我可能 除了賺價差 我一部分還是需要拿它的席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 分批就開始布局 這個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 你就照你原本的節奏做就好 就是幣子眼睛買 好 那正二呢 好 正二的部分 因為 真正獲利的時間點 就是你開始降息 所以我是 說真的 最好的進產點是嗎 開始降息之前 資際 那我覺得就是之前 我覺得就是這附近 就是這附近 簡單講就是現在 就現在 因為 九月降息的機率已經拿到百分之百 可是很多人不相信的原因 九月之期 很多人不相信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覺得 因為講降息這件事情 講很久了 人來了啦 人來了啦 我們福利社講的快一年 兩年前不是也是這樣嗎 我們福利社講的快一年了 講到這兩年 我都領了不少利息 講到你騙了不少通告費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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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最好進產點先開始降息時期 如果九月的話就可能 八九月就真的要買 那如果真的降息以後 就沒有通告 因為降息已經講完了 還是可以繼續講 那時候賺30%40% 謝謝謝謝 謝謝 來也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喔 一般一般 你想要開始做真二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注意一下 就是說 不要用比較長期的 不是的長期只有喔 對 所以說如果你抱久了 你沒有走很危險喔 你抱久發現賺不多 那有可能是通膨要升溫的一個預期 還有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不要把手上所有的資金 全部都壓在這 因為這樣你的心情各方面你會 股票我自己鼓吹 我說你定存去放美債ETF 我覺得對齊大家 放正二我不敢跟你說 這很難說 而且如果你要現金流的 就你有需要現金流過日子的 也不介意好不好 這幾點提醒大家 謝老師告訴我們獨家的想法 哇真的好有現金流不行 因為正二沒有那個利息 謝老師你有什麼想法呢 果然沒有錯 就是買美債的最後時間就是現在了 再買會來不及的 特別強調 你不要等到正式降息一次 兩次甚至三次以後才買 那時候真的就來不及了 好 謝謝老師 好老師 坤老師你怎麼想的 好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 是不是你適合這個商品 因為畢竟正二這個商品它是槓桿 然後它的本質還是期貨 所以如果你中長期持有它的話 它就是一個有換倉風險 甚至於它有波動風險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如果以短線而言 你在追求資金效率 或者追求時間的這個時間來說的話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你去買正二 會有比較好的報酬 可是別用長期的心態來看它 我們要跟剛剛這樣講 好 別用長期的心態來看它 那債券一天我就是想的 你用存定存的錢 把它錢拿去買美債 真的放久就不錯了 因為定存值利率 台灣的定存的利率太低了 活存的利率也太低了 好不好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這麼多資金買美債 好不好 這跟大家 美債跟美債真的不一樣 如果有興趣 覺得我們節目很不錯的話怎麼樣 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判影片 二十教學影片 最難之況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拆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台老師 看歌 然後這歌誰誰誰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二一刀創大鬍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好 哇 這嘴巴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沒聽他不要讓情侶錯過 怎麼大呼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季 我確實冒一種 I know 看過卡通 瞬下球 我有 沒錯吧 右邊的手 有 賣就奔 賣就跳 交易之前要卡比置輕 我來狂愛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要告訴你 這倒動就好 最最高 稍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賣財富 前景欣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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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資助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新資地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格別有價證券 無普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謹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